看到标题是不是很可笑,也不知道为什么如今肖战热度不减,就有那么多这样的通稿出来蹦打,实在是让我这个专职文字工作者忍不住要敲起键盘对峙一回,肖战从火出圈的那一天,就自带流量,他是近年来,国民好感度最高的青年演员之一, 很多喜欢肖战的人,或许并不是因为陈情令,而是因为某件事发生后才考古了他,也就因为依考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,原来肖战是这样的年轻人,原来他那么讨人喜欢,是的,普通人喜欢肖战,除了那符合大众审美的长相,更多是他骨子里透出的威润,谦和,正直,坚毅,以及不畏困难,不迎合世俗的那种精神底牌,我也是那个时期喜欢上肖战的,从不避讳,更不觉得丢人。 这样的年轻演员,自带闪光点和正能量,根本不需要热搜,肖战低调,泪脸,沉稳,精心打磨专业技能,不划众取宠,不收割粉丝,用一部部作品,迎娶更多人的自发喜欢。 25岁的大龄青年,参加真人秀出道以来,肖战参加的综艺活动很少,负面新闻几乎没有,不组CP,不隔三差五,弄个什么博眼球的新闻,一直以来都是安安静静的接戏,进组,拍广告,参加公益活动等等。 这样一个刚活起来的流量明星,竟然不划众取宠,更不收割粉丝,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清醒和理智。 因为肖战是热爱表演,想要在这个行业里走得更好,更长远的,何必做那些急功近利的傻事呢? 演员的生命周期很短,肖战内心笃定却不畏惧,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,用作品打动人心,才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路人喜欢。 而这种喜欢是自发的,专一的,长久的,肖战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,实在对于买热搜,冲热榜,做数据这样的事情嗤之以鼻。 话题绕回来,就是这么一个拥有如此高国民喜欢度,并且认真努力踏实的肖战,怎会做买热搜,冲热榜,做数据知识,大家散了吧。